哦,狂风呼啸,暴雨如注,三维帆船在一座又一座的波浪山峰间起伏,就像被巨人抛飞又接住,接住又抛飞的玩具。 阿尔杰威尔逊眼中身红退去,发现自己依旧站在甲板之上,与先前没有任何区别。 紧跟着,他看见掌中造型古怪的玻璃瓶咔嚓破碎,双血化水,融入了雨滴。 短短两三秒钟的时间后,这件古代奇物便彻底失去了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一片六角形的晶莹雪花浮现于阿尔杰的掌心,借着迅速变淡,直至不见,似乎内缩于了血肉。 阿尔杰像是在思考什么般,微不可见得点了点头,沉静了足足五分钟。 他转过身体,走向船舱入口,刚要进门,就遇见一位同样穿着绣闪电花纹长袍的男子出来。 这有着柔软黄发的男子,顿住脚步,看向阿尔杰伸出右手,握拳放在胸口道。 风暴与你同在。 风暴与你同在。 阿尔杰粗犷深刻的脸庞,不带一点多余的情绪,同样地握右拳击左胸。 彼此行礼后,阿尔杰进入舱房,沿着过道,走向远处的船长室。 一路之上,他竟然没再碰到任何一名水手或船员,这里安静地仿佛坟墓内部。 船长室大门打开,柔软厚实的深褐色地毯出现于他的眼前,两侧分别是书架和酒柜, 一本本风皮偏黄的书籍和一瓶瓶颜色暗红的葡萄酒在蜡烛灰芒照耀下闪烁着异样的光泽。 摆放蜡烛的书桌上有一瓶墨水,一根羽毛笔,一架黑色的金属望远镜,以及一个黄铜制成的六分椅。 书桌背后,一个戴着骷髅船长帽,脸色苍白的中年男子看着阿尔杰一步一步过来,愤怒地咬牙说道, 我不会屈服的,我相信你做得到。阿尔杰平静地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太好。 你,中年男子一下正住,似乎没预料到会是这样的回答。 就在这时,阿尔杰身体围攻,突然前冲,瞬间将两人的距离拉近到只剩书桌。 啪! 他肩膀一紧,右手猛地探出,捏住了中年男子的喉咙。 没给对方反应的机会,他手背浮现出片片虚幻鱼鳞,五指疯狂用力。 踏叉! 清脆的响声里,中年男子目光大恶,身体被整个提了起来。 他双脚猛烈地抽动,但又很快恢复了平静,视线茫然之中,瞳孔开始发散,裤裆位置则渐渐湿润,有恶臭传出。 二杰举起中年男子,扶下腰背,双脚蹬蹬迈开,靠近了旁边的墙壁。 哼! 他将中年男子作为盾牌,狠狠撞向了前方,手臂粗壮如同怪物。 木枝的墙壁应声而碎,狂暴的风雨带着海水的星潮味道席卷而入。 二杰扭腰百倍,将中年男子扔出了船舱,扔进了山峰般一座接一座的巨浪里。 天色黑暗,风雨呼啸,自然的伪力将一切掩埋。 二杰掏出一张白色的手帕,用心擦了擦右掌,接着将它也丢向了大海。 退后几步,他耐心等待着同伴入内。 怎么了? 不到十秒,刚才那有着柔软黄发的男子就冲了进来。 船长逃了? 二杰喘着气,懊恼回答,他竟然还保留着一些非凡之力。 该死,黄发男子低声咒骂了一句。 他来到破口处,宁目望向远方,可除了风雨和海浪,什么都看不见。 算了,他只是附带的。 黄发男子挥了下手臂,能找到这艘荼夺时代的幽灵船,我们只会有功劳。 哪怕是大海的眷折,这种天气下,他也不敢贸然潜入水中。 而且,暴风雨如果再持续下去,船长也支撑不了多久。 二杰点了点头,发现木质墙壁上的破口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如动复原。 他深深看了一眼,下意识扭头望向船舵和风帆的位置。 哪怕隔了重重木板,他也能清楚地知道那里的情况。 没有大腹,没有二腹,没有船员,没有水手,甚至没有活人。 那里空无一物,船舵和风帆在诡异地自行调整。 脑海内又浮现出那位全身笼罩着灰白雾气的语者,二杰忽然叹了口气。 他转头望向外面的狂风巨浪,拥又期待又畏惧地梦一口吻道。 新的时代开始了。 罗恩王国首都贝克兰德,皇后驱。 奥黛利,霍尔捏了捏自己的脸颊,不敢相信刚才的遭遇。 他面前的梳妆台上古老的铜镜碎得一块一块。 目光下移,奥黛利看见手背处有身红流转,如同星辰纹身。 身红逐渐暗淡,最终隐于皮肤,消失不见。 直到这个时候,奥黛利才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 他某种眼波流动,嘴角一点点上翘,忍不住站了起来,弯腰提上裙摆。 对着空气形了一礼,奥黛利脚步轻快,身体转动,跳起了时下宫廷最流行的古精灵舞。 身影翩翩,他脸上尽是灿烂的笑容。 咚咚咚。 卧室的门突然被人敲响。 谁? 奥黛利刷得停止,摆好文雅的姿态。 小姐,可以进来吗? 您该准备了。 贴身女仆在门外问道。 奥黛利侧头看向梳妆台的镜子,飞快将笑容收敛,只留下浅浅一抹。 他左看右看,确认形象没有任何问题后才温柔开口。 进来吧。 把手扭动,他的贴身女仆安妮推一门而入。 哦,他碎了,安妮一眼就看见了那面古老铜镜的下场。 奥黛利眨了眨眼睛,语速缓慢地说道。 哦,是,嗯,之前苏倩进来过,你知道的,他总是喜欢破坏。 苏倩是一条血统不那么纯正的金毛大狗,是他父亲霍尔伯爵购买猎狐犬食获得的赠品,但非常受奥黛利喜欢。 您得好好教训他。 安妮熟忍地收拾着铜镜碎片,怕伤到了小姐。 做完这一切,他看向奥黛利微笑询问道。 想穿哪条裙子? 奥黛利略作思考道,我喜欢吉尼亚太太为我17岁生日设计的那条。 不行,别人会说,霍尔家族是不是遭遇了财政危机,一条裙子居然在正式场合穿第二回。 安妮摇头否定。 但我真的很喜欢他。 奥黛利语气温和地强调道, 您可以在家里穿,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穿。 安妮摆出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态度。 那就赛德斯先生前天送过来的那条,袖口是荷叶边的那条。 奥黛利隐蔽地吸了口气,保持住优雅甜美的笑容。 您的眼光总是这么出色。 安妮笑着退后一步,对门外喊道,第六号衣帽间,算了,我自己去拿。 女仆们开始忙碌起来,一个负责长裙,一个负责珠宝首饰,一个负责鞋子,一个负责纱帽,一个为奥黛利小姐化妆,一个考虑发型。 当准备接近尾声,穿着深棕色马甲的霍尔伯爵出现在了门口。 他戴着衣服铜色礼帽,留有两铁漂亮的小胡子,蔚蓝的眼眸满是笑意, 但松弛的肌肉,鼓起的肚子,开始明显的法令纹都无情破坏了他年轻时的英俊。 贝克兰德最耀眼的宝石,我们该出发了。 霍尔伯爵站在入口处,轻敲了两下敞开的房门。 爸爸,不要这么称呼我。 奥黛利在女仆帮扶下站起,故意露出几分苦恼的神色。 那我美丽的小公主该出发了。 霍尔伯爵曲起左边手臂,示意奥黛利来晚。 奥黛利浅笑摇头。 这是霍尔太太,伯爵夫人我亲爱妈妈的位置。 那这边,霍尔伯爵韩笑又曲起右边的手臂,这是作为父亲的骄傲。 普利兹港,象树岛,皇家海军基地。 当奥黛利挽着父亲的手臂走下马车时,突然被眼前的庞然大物震惊了。 在不远处的军港内,有一艘通体闪烁着金属光芒的巨额巨箭。 它没有了风帆,只剩下瞭望台,并多了两个高耸的烟囱,多了两个分裂前后的露天炮塔。 它是如此的雄伟,如此的庞大,以至于停在附近的风帆战列舰们,就像一个个刚出生的矮人在簇拥聚临。 风暴在上。 哦,我的主。 铁甲剑 一声声惊叹滴滴交织,奥黛利也感受到了同样的震撼,那是人类所创造的奇迹,前所未有的海洋奇迹。 过了不知多久,贵族,大臣和下院议员们才恢复过来。 这个时候,半空一个黑点由小变大,逐渐占据了三分之一个天空,占据了所有人的视线,让气氛陡然变得肃穆。 这是一个漂浮飞翔于半空的庞然巨物,它有着极其流畅和优美的线条,整体涂装成深蓝色,坚固而轻盈的合金骨架,支撑起了装有氢气囊的棉布,下方则悬挂着有机枪口,投弹口,平射炮口的箱体,高燃素蒸汽机的夸张嗡嗡声和尾部蒋液的疯狂转动音,构成了震撼人心的乐章。 国王一家乘坐的飞空艇抵达了,带着高高在上,俯视一切的威严。 一把树枝向下,并不是红宝石皇冠的审判之剑徽章,在箱体两侧反射着阳光,这是奥古斯都家族传承久远,可追溯至上一记的象征。 奥黛利还未满18岁,还未参加介绍仪式,在皇后引领下正式进入贝克兰德的社交场合,宣告成年,只能安静地在原地旁观,不能靠近。 不过,他并不是太在意,甚至因为不用面对王子们而感觉轻松。 人类征服天空的神迹稳稳落地,最先从扶梯下来的是英姿勃发的年轻侍卫,他们穿着红色军礼服,白色长裤,身有薰带,手捧步枪,分成两列排开,静候国王乔治三世和王后,王子,公主的出现。 奥黛利不是没见过大人物,对此毫无兴趣,反而目光犹疑,看向国王身边仿佛雕像的两位黑甲骑士。 在这钢铁,蒸汽与枪炮的时代,竟然还有坚持穿全身盔甲的家伙。 那冰冷的金属光泽,那深沉的黑色头盔,都给人沉重,威严,必须服从的感觉。 难道是更高序列的惩戒骑士,奥黛利心中闪过了家中长辈们闲谈时的只言片语,有心见识,却不敢靠近。 随着国王一家的到来,仪式终于开始,现任首相阿古希德·尼根勋爵走到了众人前方。 他是保守党成员,到目前为止,维尔以菲贵族身份成为首相的大人物,因卓越的贡献被授予勋爵。 当然,奥黛利知道的更多,阿古希德的哥哥,保守党的主要支持者,叫做帕拉斯尼根,这一代的尼根公爵。 阿古希德五十来岁,身材高瘦,头发稀疏,眼神锐利,环视一圈厚道。 女士们,先生们,相信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是一艘铁甲舰,足以颠覆时代的铁甲舰,长101米,宽21米,高干传弦设计,主装甲带厚457毫米,排水量1060吨,前后公司门305毫米主炮,另外还有6门宿射炮,12门6磅炮,18门6管机枪,4举鱼雷发射管,航速可以达到16节。 他将是真正的霸主,他将征服大海。 贵族,大臣和议员们出现了骚动,光是首相的描述就足以让他们想象出这艘铁甲舰的恐怖,更何况实物就在眼前。 阿古希德露出少许笑容,又演讲了几句,然后对着国王乔治三世行礼道, 陛下,请您为他命名,从普利兹岗开始,就叫普利兹号吧。 乔治三世的神情相当愉悦。 普利兹号 从海军大臣、皇家海军总司令开始,这个名字依次传开,最终来到铁甲舰上,由军官和士兵们齐声欢呼。 普利兹号 欢静的气氛中,李炮联名,乔治三世下达了启航试射的命令。 哦 汽笛声响,一道道浓烟从烟囱喷出,机械运转的动静隐约可闻。 那庞然大雾启航了,当他驶出港口,用船手两门主炮轰击前方无人小岛时,所有人都震惊了。 轰隆,轰隆,轰隆。 大地仿佛在摇晃,尘埃冲上了半空,飓风肆掠往外,掀起了海浪。 首相阿古希德满意转头,对贵族、大臣和议员们说道, 从现在开始,那七个自称为将军的海盗,那四个剑阅称王的海盗,只能浑身颤抖,等待末日。 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哪怕他们或多或少有非凡之力,有幽灵或诅咒之船,纵横海洋的也只能是铁甲剑。 这时,阿古希德的首席秘书故意问道,那他们就不能自己建造铁甲剑吗? 部分贵族和议员暗自点头,认为不排除这个可能。 阿古希德当即流露笑容,缓慢摇头道, 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建造这样的铁甲剑,需要三个大型的煤钢联合体,需要二十个规模以上的钢铁厂, 需要贝克兰德火炮研究院,普利斯船舶研究院的六十名科学家,和更多的高级工程师, 需要两个皇家造船厂,和他们附属的近百家零件厂, 需要一个海军部,一个造舰委员会,一个内阁,一个有着卓越眼光的坚定国王, 和一个年产钢铁一千二百万吨的伟大国家。 海盗们永远做不到。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借着抬起双臂,激昂喊道, 女士们,先生们,巨剑和大炮的时代来临了。 此一句,我们找到这个地方你就得比较、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